不知野地裡有牧羊的人 夜間安著耕刺看守陽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 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牧羊的人甚就懼怕 那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位的成女 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 包著布 躺在馬曹女 那就是記號了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 同那天使讚美神說 在知高之上榮耀歸於神 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悅的人 眾人使離開他門 升天去了牧羊的人比此說 我們往百里行去 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他們急往去了 就曾見馬里亞和約室 又在賴嬰孩 躺在馬曹女 既然看見 就把天使論者孩子的話 傳開了 凡聽見的 就猜疑牧羊的人 對他們所說的話 馬里亞卻把一切的事 存在心裡 反覆思想 牧羊的人回去了 因所聽見 所看見的一切事 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的 就歸榮與會神 讚美他 滿了八天 就給孩子行國禮 與他起名叫耶穌 這就是會有成胎之前 天使所起的名